还有个38公斤那个齐轮交过来一起打 到时你们两个人一起打也行 小卡拉米 他踢可乐他说他踢不霸 他只能踢1.25身的 两身的他踢不烂 刚买了一瓶 二身的可乐啊 你38公斤可以踢二两身的 我跟你讲我就是假的 你过来我躲到山上面去好不好 我让你找不到 大家好欢迎来到不及相对论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击下关注 第一时间获取最新的精彩资讯 今天咱们继续看大型电视邻居 寸拳风云系列 今天的主题是另外一位寸拳大师 功夫齐龙 功夫齐龙拍视频 自己一脚踢爆两身的可乐 并且嘲笑妙峰只能踢1.25身的 并且还不一定能踢爆 妥妥的假大师 但是妙峰如果去打假他的话 齐龙早就想好了应对之策 首先去年妙峰参加拳风赛事 踢可乐挑战赛 妙峰赢得了该挑战赛的奖金 踢爆了1.25身的可乐 然后前段时间老顽童和孤狼 都拿踢可乐说事 你不要说你现在不踢了 明皇老师 接不接 接 我接你的班数 再一个啊 我们这个山东是李一之邦 是吧 你打假 去为他真 自古这个讲究李上宝来 你来了之后 我也要帮我的反思 讲一下你有没有那个资格来打假我 你也要把你视频中的动作 做一下给我看看 如果你做不到 说明你自己都是假的 你自己都是假的 你还有什么颜面去打假别人 你的打假之路从此结束 不顾你丢人的 如果你做不到 据说想要以人力踢爆可乐 不能说不可能 难度非常的大 所以很多人怀疑 妙峰当时踢可乐 可能是做手脚了 以至于很多大师 都要求妙峰踢可乐 然后等到妙峰和武林观察 还有孤狼三人连线时 有网友提议 让他们一块去打七龙 听网友的意见吧 我们一起三个人去把七龙打了吧 还有个七龙 还有个七龙 我忍七龙很久了 她那个 她的功夫比你差远了 说实话 我就建议我们一起去把这个七龙 那个七龙肯定没有你实力强 那个七龙 看来武林观察 忍七龙很久了 妙峰一听打七龙 也非常的激动 并且三人不止一次的提到七龙 虽然说开头又调侃了老狼一番 你别再说就行了 就让你随心经验随便打 我们两个 如果你到时候感冒没好的话 我们可以一起去拜访一架 这个广东的大师 广东的一位非常有实力的大师 那个叫七龙师傅的 还有个三十八公斤 那个七龙交过来一起打 但是你们两个一起打也行 他因为他也不远 对相信七龙师傅的实力 对对对 怎么样 就他说一七龙就行了 反正在妙峰这里 没有功夫七龙 只有一个三十八公斤的七龙 妙峰拜访完顾郎和老狼同以后 功夫七龙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并且拍视频调侃妙峰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功夫七龙 向大家展示可乐的声速 为了证明可乐没有动过手脚 七龙使劲的拿可乐 朝电线杆上砸 这个时候确实离开镜头了 因为很多人忘了爆料过 如果一脚两脚能把可乐踢开的话 应该是拿刀子在上面划过 做过手脚的 七龙用胶带将可乐缠在了电线杆上面 绑的非常结实 并且七龙介绍自己功夫的同时 还不忘调侃妙峰 专专业动作啊 这是要硬度 不是说你有力量就行了 还有一个那个甲和尚 妙峰 你说你只能踢1.25身了 我只能说 你的功夫不行 你不了解 什么是真正硬功夫 知道吧 不是说你一腿 有多少棒 你就能把它踢棒 你没有硬度 所以你踢不棒 原来还有硬度的问题 你说你踢1.25身的 有时候踢不 有时候踢得棒 有时候踢不棒 我只能说 你功夫不行 不要承认别人 做不到的 别人做得到了 你做不到的 你就说别人是假的 妙峰说他是假的 他说妙峰是假的 七龙发表了 妙峰拜访老顽童钢筋事件的看法 还有前几天 你去打假老顽童钢筋混泥土 人家叫你去做个钢筋混泥土 你说 做个像个数据线 这么小的钢筋 人家砸开来 里面看的是螺纹钢筋 你就是baby小人 得知了妙峰无耻的刑警 七龙立刻开始训斥 为了无底线的炒作流量 不只手段的去套路别人 你这品德是不行的 并且七龙向妙峰发出了邀请 来我这个二薰的可乐 到时候你过来挑战一下 好不好 我们一人拿一瓶二薰的可乐 如果你功夫不行 我希望你以后 不要再往上 去砸人家放碗 做好你自己 我们来看一下 七龙是如何将两顺的可乐 给踢爆的 什么叫印度 爆发力 好家伙 一腿就完事了 实在是太厉害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 网友给出了评价 一位网友直接约踢龙 就在广州塔下面 可乐我去拿 你踢爆 五十万给你 踢不爆 拿出二十五万来 玩一把怎么样 另一位网友表示 自己骑电动车 用可乐瓶装白开水 不小心掉在了马路上 被一辆小车压了过去 一点事都没有 如果真是踢爆的 应该是喷出来 这一看就是有东西在后面扎穿了 这位网友说的非常有道理 我们对比一下 妙峰踢爆可乐 和骑龙踢爆可乐 是两人可乐的状态 妙峰这一脚过去 可乐的状态 能称到上是爆 而骑龙这一脚过去 只能说是可乐流淌了出来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 通过骑龙的话 我分析得出 妙峰的是力量大 而骑龙则是硬 另外我也看到了一个 令我笑碰的图片 这应该是小腿紧骨骨折吧 反正在视频中看到 骑龙能够踢爆两声的可乐瓶 骑龙和妙峰打PK的时候 也拿踢可乐说事 我们先来听一下 他对妙峰的评价 然后双方又以流量 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你粉有屁啊 那你都看热闹的 我有用吗 你也是看热闹的 你直播间两万人也是看热闹的 你打起来干嘛 你直播间那个死粉没用好吧 七双一百万一千万都没有 不是我问你 你回来了 你前几天直播间两万人 你现在回来不是 现在直播间不也就几十个人了 我晚上打费你好吧 我昨天把铁嘴打得直接投降了 你有那个实力吗 我昨天晚上你问一下 我怎么见大哥们排排座 我没看到 齐龙说完流量以后就拿可乐说事 他踢可乐他说他踢不爆 他只能踢1.25身的 两身的他踢不烂 他自己说的 他说有时候踢得爆 有时候踢不爆 这不就是假的吗 听到齐龙拿可乐来调侃自己 妙峰也做出了回应 我们来看一下 我只能踢1.25身的 我没理你好吧 你38公斤可以踢2.2身的 妙峰永远都是38公斤的齐龙 面对妙峰的嘲笑 齐龙立刻予以反击 既然齐龙这么自信 如果妙峰要去找他 齐龙又该如何应对呢 我们来听一下 这个猴子 对面是个猴子 38公斤的猴子 假大师 纯纯的假大师 来来来说 怎么打 我跟你讲 我就是假的 你过来我躲到山上面去好不好 我让你找不到 齐龙的意思是 如果妙峰来了以后 他就躲到山上去 躲到没有信号的地方 没信号 妙峰就没办法直播打假了 也就没有办法收礼物了 这个办法非常好 这些寸拳大师里面 看齐龙的视频效果 确实非常的惊艳 38公斤的齐龙 如果能踢爆两层可乐的话 这一腿把妙峰TQ 一点问题都没有 妙峰和武林观察一行人 是否会找功夫齐龙验证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下方留言讨论 喜欢的朋友 可以点击一下关注 第一时间获取最新的精彩资讯 下期节目更精彩 谢谢大家